现在时间7月27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晚间的欧美市场表现 道琼吉主上涨0.23% 纳萨主下跌0.12% 标牌指数微跌0.02% 英国德国法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中概股是大涨3.33% 以及富士A50指数上涨0.53% 回到上证指数方面 昨天形成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 底下跳空缺口有没有回补 没有回补对不对啊 那么也就代表的是什么 整体市场仍然是一个强势区间 我们在昨天的收屏重点指出了 整体在60均线附近 我们强调要突破60均线 我再次强调一下突破60均线 在历史上60均线既是压力也是支撑 首先压力还记得我们在端午节前 重点讲到了60均线已经触碰 端午节后我认为是一个震荡下行 果然震荡下行之后 3144点在这一天 我们强调是一个买点 以及我们在这个位置 星期二小阳线我们强调压力形成 同时7月24号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买点 那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突破的话 往往是一个中大阳线突破 我们再看一下在60均线如果要站上的话 往往是一个中大阳线突破 好我们再看一下跌破的话 往往是一个中大阴线形成一个跌破60均线 目前离60均线可以说是直尺之遥 3223点离3238点非常的接近 所以说如果说从K线组合上 我认为强势突破即将来临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认为强势突破即将来临 行情至此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 本周就是一个震荡反弹周 而且我们在前期多次强调过 本周一是买点 相信这个位置 很多投者已经是吃到肉了